万科柳应方小区在渔航两主 胡先生在小区住了五年多 他说回馈活动主要是抽奖 抽奖前有个满意度调查 那么这样的话呢有四个选项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和很不满意 那么最后呢我太太呢 点了一个不满意 也就是两颗心 它是这样的 之所以打不满意的一个原因 我们这个房子所精装修 我们交付三年以后 我们很多的这个电器啊 都出了问题 现在两个月前 因为他们的这个下水道啊 出现了就是说堵塞 楼上堵塞以后 正好堵在我家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呢就是向他们提出啊 这个问题 那么他们就是说 保证保证器已经过了啊 这个事情不管我们事 你们的事情 胡先生说 后来妻子抽到了三等奖 领了一个苏波尔冻锅 第二天他路过活动现场时 突然被开发商的工作人员叫住了 就是说你们因为给我们点了一个 这个这个不满意 可能影响我们的考核 那么你们所有的家里的信息 我们都在 同时他还说 我以后一旦因为你们的原因 让我啊 失去了什么机会 我衣服脱下来 我跟你是平等的 到时候我记着你 把我家的信息各方面呢 都要啊 告诉 而且这种话呢 带有软暴力 所以我感觉到很紧张 胡先生表示 当时开发商有两三名工作人员说了 带有威胁性的话 在万科柳应方小区物业门前 回馈活动还在进行 现场有两三名开发商的工作人员 不过他们说 没有威胁过胡先生 回馈活动 有委托的第三方 抽取40%的业主参加 参与的业主都有奖品 胡先生一开始 没收到短信 就来闹过一次 后来凭短信 跟妻子一起来抽奖 然后要帮他看那个 就是要怎么点嘛 就就就去看着他 可能我们工作人员呢 就在引导他 他说那你们不要看 不要看他就他就退走了 他点评的时候 我们也没看见他点评的什么 在我要操作的时候呢 他两边两个 一边一个工作人员 一边一个工作人员 就我要操作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点 他说你这个操作 等于说要影响到我的年度考核 我说那我也有我自己的权利 你们不用这样盯着我看 我说我就后退了 工作人员说 业主点评的结果 他们不知道 当天胡先生跟妻子领了奖品就走了 但是第二天又来闹了 自己还拍了视频 我昨天9点多左右上班了 我东西刚刚放好 他跟管家在聊天 我看了一下以后呢 他就开始和我闹了 闹了以后就 为什么闹了 为什么闹了 我不知道呀 他就直接就是抢了以后 我就开始录这张视频了 我为了业主为前 你这样的态度 是对我们业主最大的不尊重 今天我知道万科 原来他就这么活物的 把我们东西拿走了 而且你把视频把客户我的业主当成这样的态度 我怕你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 你生命安全 你这么攻击我 我怕你攻击我 好不好 好的 是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对我进行了一种语言的威胁 所以我很生气 是当时心情也是 也就激动 双方在现场各执一词 杭州万科公关部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是 胡先生可能是对抽到三等奖不满意 质疑抽奖的公平性 所以才跟工作人员起了纠纷 之前派出所也到过现场 员工并没有不恰当的行为 后期他们也会加强跟业主的沟通 腰包横剑接着报道